TICE的成员纳莲近期因学历问题引发了讨论 有韩国网友在论坛上发文 透露纳莲在出道前被建国大学录取了 进入电影艺术学系 不过录取的一年后他就出道了 因形成繁忙无法到校上课 最终办理了休学手续 该名网友表示纳莲的休学状态已经维持了6年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退学 他已经是知名育人 也赚了很多钱根本没必要念大学了吧 贴文引来部分网友表示赞同 认为念大学是普通市民找的好工作的方式 依然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 但另一票网友则认为 既然学校能接受他长期休学 外界就不需要对此过多评论 而且万一以后TICE的活动暂停 他也能利用那段时间继续进修呢 之后 我们下期再见